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德高山门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 农历正月初六 第六道答案 南无第三世多解枪佛 从这一生到现在 都是发愿实行不收任何供养 来义务为大家服务 也从来没有设过一次功德香 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众所周知的事实 有可怜之人说 枪佛的佛法那么好 既然那么好 为什么跟他学的有上师级别的人叛变呢 反对枪佛呢 出了好几个叛徒 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人实在太无知太可怜了 今天提醒你一下吧 如果如来正法门中不出现七师面主 没有广佛 广法 广师的叛徒冒出来 说明这法门绝对不是如来正法 而是邪师 骗子 集团 因为如来正法的教戒法义 都是规定当上师的人 必须依教奉行守戒 做绝对利益众生的事 但是坏人骗子学佛的目的是恰恰相反的 凡是坏人骗子师是绝对不可能接受正法约束的 原因很简单 他们的目的是借佛教而集中人员 方便行骗佛弟子而未生活 一当他们发现正法门中的某种制度规定 涉及到他们将会暴露片形妖孽的真面目时 就会被判 比如考试 尤其是规定第二年要年选 一当犯戒必然考成退步 坐下的弟子一定另行选失 他们非常担心害怕 这时唯一的选择是马上采取叛变 以棒佛棒法棒施来掩盖自己的骗形 这是脱离年审最好的办法 所以选择脱离正法门当叛徒 是骗子邪师唯一的路 南无多结羌佛的叛变弟子都是如此 南无释迦佛陀的叛徒弟子 比南无多结羌佛的还要多 如善心马丘等等比丘 而相反的只有非如来正法之处 骗形邪恶集团的利益捆在一起 才不会出现叛徒 因为利益共同 相互间睁之眼闭之眼 绝不考虑行人受不受骗 该骗形集团绝不会有公告提示 弟子如何识别邪师 骗子师 这样就不存在揭穿违甲师的骗形底细 不是如来正法 才符合邪师骗子的诈骗目的 目的相同 当然绝不会有叛徒 你们看看 只有第三世多结羌佛办公室 和世界佛教总部等正法机构 才会处处发公告 帮助佛弟子 修行人识别假师 邪师 骗子师 更是只有南无羌佛 才会说128条之见 来帮助行人防止误入歧途 这对邪恶骗子之师来说 是何等的仇视 难道不是这样吗 邪恶们若为了保护自己的骗形利益 而不采取当叛徒 那就不正常了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待大圣德们直笔回答提问 2018年2月21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